前一段时间火了特别多的喜剧演员,随之而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喜剧性质的综艺,看起来也是笑料不断,在人们的工作之余,丰富了人们的生活,使人放松心情。 如今很火的喜剧演员特别多,比如沈腾,贾令,还有相声演员,月云童,孙月,他们搞笑幽默的作品风格,十分的受观众们喜欢,他们语言幽默,性格爽朗,长得也特别的有观众缘,今天我要说的是他们年轻的时候,贾令,贾令的性格大大咧咧的,说话还有平时的行为风格,特别的真实不做作。 现在身材胖胖的也是特别的可爱,贾令在年轻的时候也是特别瘦的,那个时候的她是长发,身材纤细,大长腿,就是一个大美女。 孙月,孙月现在在相声行业,也是特别的有名气,观众们喜欢她的风趣幽默,孙月现在的身材胖胖的,特别的有喜感,年轻时的孙月没有现在这么胖。 她曾经在动物园当过饲养员,这件事也经常被月云鹏当作段子,写到他们的作品中,有游客拍到过孙月喂大象时的照片,图中的孙月坐在大象身边,满脸心是重重的样子,特别的呆萌。 沈鹏,沈鹏现在不仅演小品,也在拍电影,他们团队的电影个个都是精品,口碑收视率特别的高,沈鹏年轻时也是十分的阳光帅气,衣服搭在肩上皮皮的,黄色的头发很凉气,嘴里叼着烟,苦苦的表情,特别的有朝气。 岳云鹏,岳云鹏可以说是如,金巴掌最全面的相声演员了,说相声,上综艺,拍电影,忙得不亦乐乎,观众们喜欢她结萌结萌的小表情,故意夸张的动作,年轻时的岳云鹏,和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,多了点青色和稚气,但还是和现在一样呆萌。 谢谢大家。